很多人对这个鬼神的事情不是很了解 不了解慢慢学佛就会了解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要去尊敬鬼神 你看这个中原普世玉兰盆会 这是用佛法的力量 慈悲救度六道有情众生 包括我们活着的人也要度叫普度 一切皆度叫普度 单独只有度谁那就不叫普度了 所以就做这个普度 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放在鬼道众生 我们的冤亲在主六道父母 还有这些孤魂野鬼 还有这些无形的这些鬼道的众生 他们在这鬼道里的境界很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一年有几次特定的法会 都是针对他们 特别是一年一次的这个中原普渡的法会 那这个家人如果有不信鬼神的 你要用善巧的方式去跟他讲 那比如说家里要拜祖先 要拜鬼神 那不要让他造口业 特别是他会开口 我办佛 办法 办僧 这个就是罪业很重 如果他是批评鬼神 这个你看又在这个园林 有一位林先生 这林先生家里是很有钱的 很富裕的 那因为人只要有钱 顺境 就觉得这世间一切都很简单 就是很自大 就觉得讲话都目中无人 一看看电视新闻 一看来有钱人讲话 立直气壮 有没有看到 就太过自信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简单 你要不要读到 不知道 所以人只要修德 修品性 这个人太过自信的林先生 当然他都不信 不信什么神佛的事情 平常也不拿香拜拜 拜佛 拜神都不愿意 有一天他们隔壁 附近有一个百姓宫庙 在拜这个百姓 在做法会 在演戏 在给这百姓宫看 大拜拜 这林太太平常就很虔诚 我看到人山人海 左邻右舍 咱们都穿拱聘 穿拱聘去拜 我这佛教徒可不可以 佛教徒没有不能做的事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 广结善缘的事 没有不良后果的事 你都可以做 那我们佛教徒 不可以拜百姓宫了 也不是这么说 百姓宫可以拜 那会不会你拜了百姓宫 一直拜百姓宫 忘了学佛呢 本末导致 如果你是用夏师 就像我们刚才做 这个古萨里之粮 花供的夏师 宿供的夏师 这种心 要去跟鬼道众生结善缘 像处兵一家 就有百姓的空 那我们就来够结善 希望我们弘法顺利 这样当然可以去 这以后这类的问题 我今天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拜百姓宫拜土地宫 你要拜你的动机心态正确都可以 所以林太太就说 隔壁拜百姓宫 我们拜 我们是不是也准备一些祭品去拜一下 林先生听了就很不屑 就说拜什么拜 外人都伺位拜 拜什么死人 没效 不用拜 这样这种对拜 很多同修女家里长辈常常会讲 对不对 那种骗人的 那是新闻 然后就最近有什么社会新闻 出家人不好 佛教出了什么事 对不对 他就说你看那电视 他就开始讲 真的是 有的时候你就要有耐心善巧 那这林先生他这样讲完 批评完说不到五分钟 全身痛 站都站不起来 全身痛得不得了 那林先生说一定那句话 触怒鬼神 对百姓公不敬 照来惩罚 他就趁这个机会 他就静下来说 哎呀 你这样没有因有就这么痛苦 无安无故就会痛苦 是不是讲话不减 穿返百姓公了 那我们如果不敬 还没想要拜 你就别说别批评就好了 那怎么要违攻得很疲痛 那太太就这样跟他劝 他说我看你还是带着贡品 去跟百姓公拜一下 那顺便跟他们道歉 这样 那这个林先生 这个他也觉得这个怎么很不寻常 一定事出有因 那就跟林太太就去拜 拜完一回来全身就不痛 那上就停 军生痛是什么 就打他了 你又看不到 你打到他腰都直不起来了